嗨大家好,我是CC 很多小伙伴问我一开始健身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教练费用又在每月的预算范围之外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是我来帮助健身新手 来了解一些健身的基本常识 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基本知识来制定你的健身计划 那我所给你的是一个比较概括的健身计划 因为我如果真要坐下来给一个特定的人制定健身计划的话 我要问很多问题 比如说年龄身高,体重,过往病史,手上状况 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等 这里无法根据个案进行分析 但是我给你的是一个大方向的,大体上的指导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身状况,自身需求来做健身计划 好,第一点,明确目标 你是要减脂,增肌,还是要增强力量 像我个人而言呢,这三点都囊括一些 但主要是增肌方面 偶尔呢,我也做大重量的硬拉啦,深蹲啦 这是属于增强力量方面的 偶尔在家做些HIT运动,也是把有氧参与其中 你呢,也要选择一个明确的目标 比如你可以说,我主要减脂,适量增肌 你也可以说,我主要增肌,适量的渐进的增强力量 这里呢,我不建议初学者把主要目标定为增强力量 因为这是你有了一定的健身经验之后的进阶目标 你要理解好,增强力量不是增强肌肉的量 而是增强肌肉的功能性 提高肌肉骨骼的杠杆效率,以及神经效能 就比如说有些很瘦的人,你说他有干把劲 不是说他的肌肉有多大,但是他的肌肉效能强 好,行动完你的健身目标之后 第二条我们来看一下健身频率 力量训练呢,我建议三到四次每周 健身新手呢,刚开始健身完会感觉肌肉酸痛 但是慢慢的这种肌肉酸痛程度会减小 恢复期会缩短 就像你无论刚开始做什么,都有一个习惯阶段 但你只要坚持下来两周一个月 你就会有感觉酸痛变为感觉酸爽 然后恢复期也会缩短 那么有氧呢,我建议零到四次一周 有些人呢,不喜欢有氧,他也不需要减脂 那么就可以不做 这里要说一下有氧什么时候做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你在健身力量训练之后做 第二种方式是你在休息日做 这是根据你的时间或者自身情况来定 比如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然后耐力也比较好 你就可以在力量训练之后做有氧 如果你做力量训练已经感觉筋疲力竭的话 你就会在第二天不拘捷的日子做有氧 但是这里我要说一点,如果同样时间 同样强度的有氧 你在力量训练之后做可能效率会高一些 因为你力量训练已经相当于热身 有时比如说你跑步30分钟的话 你在力量训练之后跑步就相当于 燃烧了30分钟的热量 如果你在第二天跑30分钟的话 你可能前15分钟是热身阶段 你可能只消耗了后15分钟的热量 好,我们进入第三点 做每周具体计划 我们首先来看如果一周三练的话 我给出了男生女生不同的健身计划 为什么这么犯呢? 不是说男女非常有别 而是说以普遍的审美观念来讲 男生主要是想把上半身练的 壮一些形成倒三角的体型 而女生不是想把上身练的多么壮 而是想要综臀、练翘臀 把腿部练的有线条一些 所以这里对于女生我把臀腿单独作为一个训练日 对于男生的臀腿加肩是一个训练日 也就相当于你臀腿的比重 在所有的训练日中会减小一些 那么这里为什么把背加二头放在一起呢? 就是因为训练背和宫二头肌的运动作 都是拉的运动 各个方向的拉的运动 这个方向拉 往身体中心拉的运动 那么肩、三头以及胸部的这些运动呢 是推的运动 就是各个方向的推 由身体中心往外推的这些运动 好 那么如果你想一周四点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一天下肢、一天上肢、一天下肢、一天上肢 这里臀腿一和臀腿二不是相同的 而最好做不同的动作 你可以侧重点不一样 比如说臀腿一 你主要练臀和大腿前侧肌肉 臀腿二你主要练臀和大腿后侧肌肉 这样分开 好 我们进入第四点 每个动作的组数和次数 对于减脂每个动作做大于等于15次 做1到3组 对于增肌做6到12次 3到5组 增长力量的话 每个动作做1到5次 4到6组 这就是运动科学给出的数字 没有什么多说的 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这个次数怎么界定的 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做10次 那么你选的这个重量就是做10次 做到立节 做第11次 你可能身体就开始歪歪扭扭 其他部位帮着使劲 做不到标准 也就是你要选一个重量 它对你有挑战 是你刚好动作标准的 做到这个次数 那么我们进入第5点 也就是要看一下总动作数 这里我建议每个肌肉群 做2到4个动作 比如说你训练肩 你就做关于肩的两个动作 你训练高二头肌 针对高二头肌的做两个动作 但是这里也不绝对 因为复合运动的话 它会牵涉很多肌肉群 它有主要发力肌肉群和 辅助发力肌肉群 这个具体来讲会比较复杂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做的每个健身计划 都是平衡着来看的 就像我之前做的每个视频里的 健身计划 组数次数 各种动作都是平衡来看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把上面所说的 5点形而上的知识 来真的给你举个实力 就比如说小A 他的目标以增绩为主 减脂为腹 他的时间计划是 一周向力量训练三次 那么周一他要做臀腿运动 深蹲 臀桥 后撤弓箭步 绳索硬拉 腿弯举 腿外展 这些动作我都建议他做12到15个 做三组 那比如说弓箭步 他是双腿交替来做的 所以说就做两组 当然你双腿交替 他就变成四组 好 周二呢 他有时间就做 有氧和腹肌练习 登山 跑步 滑板 骑车 游泳 打球 怎么喜欢 怎么开心怎么来 腹肌呢 这里不是必要的 是可有可无的 其实你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 我都会要求你核心收紧 这样腹肌多多少少是有参与的 所以说你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 如果你做的标准 你腹肌都是在练习的 当然你如果想着重单练腹肌 想让它更凸显形状的话 你可以单独用一天来训练它 好 我们进入周三训练背旁二头 高位下拉 就是这个器械 从上往下拉 一个杆 你双手要大一件宽 然后窄具下拉 是这样的 就是把高位下拉的那个稿 换成一个把手状的东西 这个两手相对的这样 向下拉 这个是窄具下拉 然后坐姿划船 是侧面 拉的这个 浮身杠量划船 就是你大概腿和身体120度 是这样的角度 做的 然后锤式亚铃弯举和交替亚铃弯举都是训练勾二头肌的 然后周四你还是做有氧或者加一些腹肌练习 周五我们训练肩胸三头 坐姿推肩 这样 前偏举 侧偏举 矩胶器是这样的 然后辨识 俯卧 撑 你可以用膝盖着地 你可以手之上在一定高度的椅子上 这样减少难度 如果那个你也坐不上来的话 就是你可以扶墙 这是一面墙 然后身体 切向墙坐 这样 然后还有哑铃 仰卧飞鸟 头顶 散头肌屈身 板凳 反屈身 然后周六周日 休息 好 以上就是根据我所说的理论来给你举个实力 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 而且你要理论 结合实际 你根据我说的五点来做好自己的健身计划之后 你要去健身房真正实践 然后根据身上情况来调整 这些东西都不是绝对的 你一定要听从自己身体的反馈 另外健身计划最好两到三个月换一下 因为肌肉有了记忆之后 再增强就会比较有难度 一段时间换着法子刺激它 这样效果会更好 好 今天我就说到这儿 如果你想更多关于健身 健康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吧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